原住民文化发展中心在2018年与海端坎顶部落合作 打造了布农族的音乐剧 为了感谢族人教导 18号晚间是在坎顶部落聚会所举办回馈演出 现场将近有300位的族人到场观赏 也安排族人共同吟唱小米收获几个 让族人很感动 也呈现了新旧世代在面对文化上的想法差异 近300名布农族人齐聚在海端坎顶部落聚会所 欣赏讲述布农族文化的音乐剧《江信》 2018年由原发中心与海端坎顶部落合作 在族人的协助下进行田野调查 打造出布农族音乐剧 为了向部落表达感谢 18号晚间剧团走入部落进行回馈演出 我们在四年前来我们部落来几经开坑 这个播种书把小米还有这个收获进仓 载取我们的所有的胡瓜 而且这支武马完全是透过部落的族人 老师还有我们的旗老来教我们 那非常的不容易 那一年我们就在延期有做成果的发表 那我们今天觉得成熟了 我们更应该要来回馈这片土地 方面也是海端香的大事 更是这个坎顶部落在这个近 就是光复以后唯一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舞台去进入到部落的一个场次 剧情以布农青年返向后 回到部落重新熟悉文化展开 讲述布农族男性的养成经历 一方面随着社会变迁 过去传统方式出现了断层的危机 青年该如何透过观察 参与与自然共存 学习部落的运作 音乐剧以生活为背景呈现布农族文化 同时也点出现今部落内 青年与长者的观念差异 游客看的是布农族 但是族人看的是现实面 很传神的讲到现代族人 就是布农族他们一直在旅外的青年的感受 然后也能够让现在族人知道说 现在的部落的年轻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彼此的沟通 长辈他可能不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 但是彼此的沟通可以达到原来年轻人是在想这件事情 我们年轻人也会想说原来老人家他们坚持的是什么事情 所以透过这个演出我们其实是不用特别去讲话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原来我终于知道老人家在讲什么 那长辈们也会说原来我终于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 因为布农族不善于表达这一方面 然后但是这个剧也可以让我们表达的出来 然后能够让外面的年轻人回来这样子 本次演出特别邀请到堪顶部落族人 共同迎唱小米收获季歌 场面相当震撼 透过音乐剧内容与族人开启时代的对话 也将文化传承的感动与众人分享 记者张碧润海顿响报道